欢迎收听吕鹏大案纪实 欢迎收听大案纪实 我是吕鹏 昨天咱们节目又停更了一天 最近一段时间确实事情很多 先是家中长辈去世 回了一趟老家 回来之后就被感染了就痒了 然后难受了好多点 刚好一点 包括到现在还没完全恢复 前几天家中的另外一位长辈去世 又回家守灵 这又耽搁了两三天的时间 更倒霉的是 在守灵过程之中 肾结石还犯了 疼的哪叫一个咬牙切齿 哪是疼的实在受不了了 中途还又去医院 去做了一个碎石手术 然后碎完石头之后 赶紧又回去继续守灵 所以连着折腾了这么多天 就感觉现在人还是特别的虚弱 录节目路上那么几句话 一两分钟两三分钟 就得喘上一会儿 就感觉特别的疲惫 在这儿也是提醒各位 哪怕阳康了 康复之后不发烧了 不难受了 还是要多多的注意我们的身体 因为身体还是需要慢慢的恢复 从昨天开始 我和家人测血氧 血氧又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但是现在去到各个医院 想着拍个片子 想着挂个呼吸课的号 也是非常非常的困难 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些 也是提前打个预防针吧 就最近一段时间 有可能不定哪天 咱们节目没准就又中断了 就又得停更个一两天 三四天 所以还是请各位哪天发现 节目没更 能够多多的理解啊 大家呢就还是一定要对这个病毒 对这个病提高重视 行了 咱们来说说今天要讲的这个案子 2006年 4月25号晚上8点15分 在安徽省富阳市 有这么一个高校 这高校体育系 大四女生刘平 她呢平时啊 在外边的一个健身房打工 赚点零花钱 这天呢 她就从这健身房里边出来 骑上电瓶车 一边骑着车 一边呢 哼着喜欢听的那些小歌小曲的 就准备回去了 刘平这些天呢 一直有说有笑的 其实平时啊 刘平总是没有个笑模样 所以这几天这种有说有笑的模样 跟之前来比的话 这事判若两人 那么她为什么这两天这么痛快 这么开心呢 在此之前呢 刘平的父亲下岗了 母亲呢 并休在家 全家人一个月 只有三百一十块钱的收入 这完全就没办法生活呀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 刘平从大一开始 就一边上学啊 一边呢 就在社会上找兼职 营业员啊 促销员啊 包括这健身房的教练呢 都干过 就想着多挣点钱 弥补上这上学的费用 也能够给家里贴补贴补 日子过得那么的苦 家庭情况又那么特殊 生活压力必然就特别的大 她呢 就心事重重的 那她不可能心里边痛快啊 要这种日子下边 那还天天乐乐呵呵的 那就不对了 06年4月1号啊 傅杨某学校呢 举办了一场公开考试 就是招聘教师的 这就让刘平的人生 发生了转变了 经过一轮比试 一轮面试 刘平最终和另外两个人 一起就入围了 在这三个入围者当中 刘平的比试成绩 面试成绩 都是第一 非常的优秀 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 那么 这个学校这次招聘的唯一一名体育教师的名额 那是非刘平莫属了 刘平想到自己马上就有一份好工作了 父母这么多年心血也没白费 家庭的重担自己也能扛起来了 所以呢 刘平这心里边啊 这种兴奋之情啊 这种喜悦之情 那是难以言表的 自然就乐乐呵呵的 骑着车都哼着歌 但是刘平哪想得到啊 这一段并不太长的回家路 却让他遭遇了一场史料未及的厄运 怎么回事呢 当骑着电瓶车走到了富阳一个商场附近的时候 刘平手机响了 给他打电话的呀 是他母亲 为了接母亲的电话 刘平呢 还故意放慢了骑车的速度 就在这时候 有两个年轻人就追了上来 其中一个人呢 用力的就揪住了刘平的头发 一把就把他给拽下车了 紧接着 另一个人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刀 可就砍向了刘平的腿部 一刀两刀一共砍了五刀 这猝不及防的袭击 让刘平彻底吓懵了 他呢 本能的在那挣脱反抗 但是摆脱不了啊 一个姑娘家家的 尽管是学体育的 但是面对这两个大小伙子啊 面对这两个持刀的歹徒 他没有办法对抗 当时路上行人又很少 没人 刘平啊 甭管怎么喊 也没什么用 最终这两个歹徒 砍了刘平几刀之后 急匆匆的上了一辆出租车就跑了 而此时的刘平瘫倒在地上 血啊 顺着大腿不停的就流了下来 得亏这时候 有好心的路人经过 发现了赶紧帮助刘平拨打了120和110 当时刘平就已经昏迷了 被送进了富阳市第五人民医院来进行紧急抢救 经过长达六个小时的手术 刘平的血是彻底止住了 不幸中的万幸终于是摆脱了生命危险 可是这一场暴行让他的双腿被砍了五刀 伤口最长的达到十厘米长 最深的直接已经把骨头砍断了 医生经过诊断 他这腿部多处神经断裂 多处肌肉断裂 多处骨折 以后能不能恢复的好 这还不好说呢 这对于要当体育老师的刘平来说 对于从事体育行业的刘平来说 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面对着昏迷不醒的女儿 刘平的母亲呢 在那止不住的流眼泪 不停的在那自责 我真后悔 我不该打那个电话 我要不打那个电话 他就不会速度慢下来 说不定那两个人就抓不住他 我要不是那个电话 我女儿不会这么惨的 这案件发生之后啊 复阳市公安部门高度重视 复阳市的副市长 市公安局的局长都第一时间做出了指示了 要求警方抓紧时间破案 尽快的缉拿凶手 早日给受害女大学生 还有大学生的家人一个交代 警方立刻就展开了调查 在调查当中啊 警方就了解到刘平呢 是个乖乖女 在家里边啊 特别的孝顺父母 平时打工挣来的钱 除了贴补自己的学费 日常生活用度之外 剩下的全部补贴家用 在学校里边呢 刘平的人缘也特别好 大学四年 没跟人发生过称职 他不是还在外边的健身房 兼职呢吗 他担任教练呢 担任教练期间 据这健身房的老板说呀 刘平也是上班时间来 下班时间走啊 跟大伙呢 处得都非常的融洽 也没有跟社会上的不良分子 有一丁点的接触 那么会不会是情感纠纷呢 哎 这一调查 发现刘平没有谈恋爱 不可能是因为感情纠纷被砍 那会不会是父母得罪人了 从而人们报复刘平呢 这一调查 他父母啊 也是非常的老实本分 也没跟人发生过 什么大的纠纷 由此警方认为 这起伤害案件 可以排除 仇杀和请杀的可能 与此同时 躺在病床上的刘平 也在那思考着 最终啊 他就想到了 前不久举行的那场招聘考试 以及考试当中的种种可疑之处 那么这场考试跟他的背砍 有什么关联呢 刘平就跟警方说呀 四月中旬 面试和比试 他呢都是第一名 随后啊 就参加了考试结束之后举行的体检 按照规定 女性体育教师身高的标准 要在一米六以上 在大学入学之前呢 他体检的身高是一米六一 毕业的时候 体检的身高也是一米六一 所以他就认为 没有问题 身高肯定不成问题 可令人惊讶的是 体检结果下来之后 他的身高 竟然从一米六一 变成了一米五九 这样就差了一厘米 没有达到要求 好在这个时候啊 大部分参加体检的学生都反映 说这身高测的不对 我们这测出来 都比平时矮了两三厘米 由于测量身高 采用的是电子设备 医院也考虑 是不是设备调试发生故障了 于是呢 又通知这些身高没有通过的学生 4月25号早上来进行复检 复检的时候啊 医院呢 采取了一种做法 就是测量三次取这个中间值 留平三次的测量值 分别是一米六 一米六 还有一米五九 最终呢 他的中间值是一米六 正好达到了招品标准 一切手续都办完了 刘平呢 就等着这录用通知书了 可谁知道 复检的当天晚上就出事了 这就让刘平怀疑 自己这次遇袭 是和这次应聘有关的 刘平说呀 虽然我也不愿意相信 我是遭到别人嫉妒 才出了这事 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怀疑 他呢 就把自己的怀疑告诉警方了 令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思路和警方不谋而合 在排除了种种可能性之后吧 当地警方就把怀疑重点放到了和刘平同时参加考试的张娟身上 警方随后经过调查了解到 这张娟呢 和刘平啊 是大学四年的同班同学 张娟呢 家住复阳市影东区 也报考了这个学校体育教师这个职位 而且考试的分数啊 是位居刘平之后 甭管是比试面试都是第二名 在专案组调查的时候 张娟的言谈举止也很反常 他的家人在案发之后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的举动 经过细致的摸牌 当年5月5号晚上 警方呢 并分三路 直奔目的地 一举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张娟 人侠 张虎 还有盐镖 与此同时 专案组成员又赶到浙江宁波 成功抓获了潜逃的主要犯罪嫌疑人 朱东 经过连夜突审 5名犯罪嫌疑人 交代了全部的犯罪事实 他们的交代啊 也令警方 还有当地的老百姓 都异常的震惊 这起案子 性质是什么呢 是张娟母亲 任侠所策划的 故兄商人案 目的就在于 通过暴力手段 让刘平当不成教师 由此获得第二名的张娟 就能够取而代之 这幕后的主使者 就是张娟的母亲任侠 任侠呢 当年44岁 曾经是富阳市某企业的工人 2000年 因为种种原因吧 就跟丈夫离婚了 之后啊 他的丈夫自己就离开富阳 到外地打工去了 任侠呢 就一个人支撑着女儿的学业 日子过得难极了 2003年 雪上加霜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种种原因吧 任侠呢 就被单位给开除了 除了名了 一下子 可就成了没工作的人了 可这任侠呀 是一个性格特别要强的女人 经过这两件事情之后 他发誓 我得活出个人样来 尤其得让我女儿张娟 有个好的前程 得亏张娟 很争气呀 在2002年 考上了这所大学的体育系 成了大学生 任侠呢 也感觉很安慰 为了让女儿顺利完成学业 任侠呀 就开始玩命的 找各种关系 承包了富阳某中学食堂里边的超市 尽管每天起早摸黑的 但是足以维持自己和女儿的生活了 平时啊 这张娟呢 也很懂事 也是利用闲暇之余 到社会上打工 紧力的补贴自己的上学费用 任侠不是承包了那个食堂里边的超市吗 而承包那个中学食堂的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张虎 俩人呢 在这种朝夕相处之中 一开始这算是同事吧 算是合作伙伴吧 到后来呢 就产生感情了 这一天呢 俩人在亲热的时候 任侠就把女儿马上要毕业找工作的事告诉了张虎 而张虎当时就答应帮忙啊 但是啊 男人在亲热之前做出的承诺啊 别那么轻易的相信 张虎的允诺呢 也没能兑现 张娟啊 不得不开始紧张的寻找就业的机会 在2006年4月份 富阳某学校招聘教师 张娟呢 就参加了 但是 这结果呀 让他跟母亲是既高兴又难过 高兴是什么呀 最终顺利的一轮一轮突围 到了最后一轮了 难过的是什么呀 嘿 第二名啊 你说再考惨点吧 那也接受了 你说再考好点考个第一吧 那就没问题了 这第二名很尴尬呀 人家就只招一名体育教师啊 你这第二 你就意味着得出局啊 四月中旬的一天 张娟呢 回到家 就跟妈妈呀 又谈起这个事了 并且气鼓鼓的 就跟妈妈就说 刘萍太过分了 明明知道考试结果了 还故意问我 是不是考上了 这是什么呀 这不显摆吗 太气人了 听到女儿的讲述之后 人侠也生气声啊 这不故意嘲笑人吗 母女俩聊来聊去 聊到最后 可就有了一个奇怪的想法 要不咱让刘萍当不成教师呗 这一天呢 母女俩谈到了深夜 最终一个灵感突然就迸发了 哎 我说 娟儿 咱要是让那刘萍身体残疾了 今后他就当不成体育老师了呀 哎 要这样的话 甭管他考的分数有多高 他不会通过接下来的那体检的呀 那么你不就顺理成章的 能够取而代之了吗 嘿 这张娟儿的母亲 任侠这主意一出 母女俩高兴极了 对对对 有道理 第二天呢 任侠呀 就找到这张虎 就把自己想法说出来了 说你啊 帮着我修理一下刘萍 最起码呢 得让他达到两年之内 不能跳舞 不能乱动的一个状态 张虎啊 就满口答应了 随后呢 他就找到了好朋友严彪 来商量这事 又通过严彪 找到了朱东和毛奇 就开始密谋策划 4月19号 在张娟儿的带领之下 张虎呢 就来到了刘萍打工的 那个健身房外边 就暗中观察了刘萍的长相 之后 在张虎的带领之下 朱东还有毛奇 也专门来认识了刘萍 经过多天的守候跟踪 他们摸清楚了刘萍的下班时间 和行走路线 眼瞅着这行动时机 慢慢就成熟了 4月25号 晚上8点左右 严彪开着车 带着朱东毛奇 买了两把砍刀 就埋伏在了刘萍下班的 必经之路上 就是在富阳那个商场 西侧的马路边上 这刘萍出现之后啊 朱东毛奇呼拉超上去 对刘萍突然袭击 作案之后呢 俩人打了辆出租车 可就跑了 案件水落石出以后 这个事情呢 在当年也是引起了全国的广泛关注 好多家新闻媒体啊 都前去采访 任霞呀 在采访的过程之中说了 说我就是有种虚荣心 我就想把女儿的工作弄好 我让她知道 她的父亲离开之后 我一样可以支撑起来这个家 我的这种做法伤害了另一个女孩 也毁了自己的女儿 现在想想 不值得呀 我肠子都毁清了 据任霞说呀 她呢 跟张娟提起来要顾凶伤害的时候 张娟呢 就很害怕 为了鼓励女儿配合自己的行动 她还不停的教育张娟呢 娟啊 干大事得学会心狠 如果你错过了这个机会 以后就没有了 正是她的这种鼓励 让原本还是大学生的女儿张娟 一夜之间也变成了阶下囚 任霞说 我是糊涂啊 这个学校不能录取 还有其他机会啊 不就是工作好坏的问题吗 我的心气啊 太高了 而对于张娟来说 毕竟接受过系统的大学教育 但是呢 她却抛弃了道德观念 抛弃了法律意识 张娟啊 一再的跟各路新闻媒体记者 就说着同样一句话 说我没罪 这事跟我无关 除了带着张虎 去指认过一次刘平 我其他的什么事都不知道 包括刘平被砍伤了 我是从同学那才知道的 我没想过对他这么伤害 毕竟我们是大学四年的同学 并且我现在就想早点出去 我在这待够了我 我出去 我毕业论文还没完成呢 我得马上出去 我还得再找工作呢 自己那么要好的同学 受到了这么重的伤害 张娟在看守所里面想到的 还是自己的毕业论文 还是要再找更好的工作 案件破获的消息 传到刘平耳中的时候 刘平哭了 对于他来说 尽管有过猜测 但是他还是不愿意 这件事情竟然是自己 那么要好的同学 还有他的母亲一起做的 刘平说呀 他跟张娟关系一直特别好 俩人在同一个班上学 在同一个健身房打工 只是张娟的性格呢 特别的好强 刘平有这么一件印象很深的事 说有一次排演节目的时候 个头比较高的张娟啊 始终不愿意站在后排 就一再缠着老师啊 就得把我换到前排去 我不在后排 最终老师呢 也没办法了 行啊 去就去吧 就同意了 父母离异之后呢 张娟啊 不光是好强了 有时候还表现为一种偏激 张娟经常说 说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啊 不少人就认为这虽然是个比较特殊的案例 但是呢 也反映出来现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大 在这种压力之下 不少学生家长心理负担很重 进而甚至有少部分这种心理吧 这种状态吧 就开始扭曲了 这种价值观都开始扭曲了 从而导致一些悲剧的发生 大家在就业的时候啊 在找工作的时候 我们也都理解 对吧 谁都愿意去好的单位 所以像张娟他们这学校啊 毕业生都愿意去一些公立学校 而不愿意去一些乡村学校啊 私立学校啊 都不愿意去 所以一方面是需要啊 社会也好 相关的职能部门也好啊 相关的机构也好 能够扩大这种就业人数啊 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另外一方面也需要大家转变一个就业观念啊 机会很多 不一定说飞在一棵树上就掉死啊 对于这两年的大学生来说啊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生存环境确实也变得比较的严峻啊 就业压力也变得很大 包括很多创业的人 创业压力也很大 大家生存都不容易 那我们怎么办自暴自弃吗 那肯定不行 走极端吗 那也肯定不行 走歪路吗 那更不行 我们呢只能是坚定信心 做出最大的努力 守得花开 见月明白 行了 这期节目啊 就到这儿 更多内容呢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咱们下期节目